我国第一条捷运路线从双溪卯诺到佳颖站 去年12月正式开跑后 民众可以免费搭乘一个月 尤其是刚开始的第一个星期 捷运站几乎每一天都挤满人潮 人人都想要尝鲜 而且评语都不错 因为它是新的 目前是好不平的 然后也不用等那么久 确实我能吃饭 因为舒服 我可以吃饭 但是也有民众表示 捷运在站点停顿的时间过长 希望捷运在这方面可以改善 只是明天开始收费后 民众还是会选择他吗 会啊 因为很方便 真的很方便 就是靠近我加油 可能会啊 因为塞车 我平时都是驾车来上课 然后驾驾MRT会比较方便 驾车稍有两厘总办 不过当记者问到 有关捷运的收费是否合理时 许多受访民众都表示 没有留意车资 还没查询每个站点收费多少 从明天起 捷运将开始收费 首阶段的路线 现款购票的价格 介于一令吉二十仙到三令吉九十仙 民众可到捷运的官方网站查询 以准备好零钱 NTV7实习记者王嘉玲采访我到